谭色韻 五 可爱可分 人生无常 一生之中 欲体都不知道要受到多少灾害风霜侵袭刀石损伤蚊钉蛇咬 从欲体而引起的烦恼痛苦真是无穷无尽 《集丫吟经》的第四十六经对这里有相关的描述 不过这段经文相当不容易了解 我在这里将和这一经相当的南传相应部第22章79经的英译注释摘录如下 第一品经叫做《被捕食的动物》 整章的经叫做《被吞食》 这个经将肉体比喻为吞食者 意思就是如果对肉体贪着医戀肉体就会吞食你 《集丫吟经》第四十六经里有一句写着可爱可分四个字 原文是Rubant,Rubanty 这个字很难译 如果直译就是《适者适知》 意思就是肉体腐败了肉体 又或者对肉体贪恋的心理败坏了肉体 郭音的注释之中将作为动词的《适知》 解说为困扰打击迫害破坏 在英国唱道将巴黎文佛典译成英文的大功臣 Brian Staglitz夫妇 就认为不妨将他译作 affected 就是受到影响 受到病患 而郭音的原意 可以用 令他受到痛苦灾难 这个字总括 郭音的注释之中指出 经中所说的是以宿命志得知自己前身的种种遭遇 肉体受到手、石、杖、刀、冷暖、饥渴、毒蟲、风雨等的侵害 灾难就重重 苦不堪言 一个人一生已经够苦了 如果再知道前身那么多世之中 自己的肉体曾经受过那么多悲惨的打击 怎么会定得住呢 只有修为好高 得到了宿命志的人才能够释怀 当人不知道自己前身遭遇 日子才过得下去 汉译的阿含经是根据梵文本译过来的 和南传根据巴黎文的就不同 但是梵文和巴黎文十分接近 这一个可爱可分四个字的原文从经文上下文推上似乎应该和郭音的注释中所说的相同 如果这个假定可以成立的话 可爱可分就是指肉体受到种种事物的折磨、打击和伤害 佛陀在《中阿含经》的《杖绩与经》之中 都有与上面的经文相类似的说法 这段经文就说 由于我有肉体 所以才会被人拳打石 扔刀斩 肉体是我所受灾祸的根源 是我的重担 这段经文正正就和老子之中说的话很相似 老子之中有提到 不所以有大患者为不有身 及不无身不有何患 老子也不是说不要身体 而是说对自己身体的安危祸福 不用放在心上 这样就没有大患了 老子说的大患就是佛陀说的悉仇任 悉仇任一定要负有心理状态 木石泥沙就只是物质 没有精神的 这样就没有悉仇任 更加没有悉仇任 没有大患 蚊蛇触对变坏 肉体可爱可分 色吻受到外物的触对的时候就会变坏 佛陀就说这个是悉仇任上 即是肉体无常 拧引通辅的意思 色受任上四个字从字面解释 就是色任和烦恼相结合的现象 但是暴派论师既把世上一切的物质都归去色吻 又有为什么都要拿一个定义的癖好 如果要定义 最好就一定是引述经中佛说 所以他们就说 可爱可分 足对变坏 这个是色运的定义 也就是一切物质的定义 例如 法教的五世皮婆沙顿 就有 《佛讲话》 《变坏故名为色》 《变坏即是可老坏意》 发展到后来 对物质又附加其他更多的定义 但是对足对变坏四个字始终是最重要的 如安慰的大城阿皮达摩《杂杂论》中有这么说 他说 足对变坏者 唯由手足乃至蚊蛇所足对此变迹变坏 又说 方所事愿者唯由方所可相事愿如此如此式 那说什么呢 方所是空间位置 事愿就是显示各种物质的形象 用可以打得烂 佔有空间具有形象作为物质的定义 虽然没大错 但是不适当 物质的真正特性具有质量 大多数气体都没有形象看不到 手、脚、蚊、蛇也碰不坏气体 《地水火风四大》之中 足对变坏方所事愿这两种相 主要只能适用于地带 臭到断水水更流 水带都不容易足对变坏 风大火大更不用说 物质在常温之下 液体的形状不一定 但体积一定 气体的形状体积都不一定 并没有方所事愿 只有质量才是一定的 基本的关键在于 佛陀讲的悉受任上 肉体遭到各种痛苦的现象 论师将它拿来讲一切物质 这当然不适当 肉体当然可爱可分 会触对变坏 但物质不一定 气体的原子、核子固然可以在回旋加速器中撞击分裂 但论师说的显然应该不是高等物理学 而且根据海参堡的不可确定原则 一定质量的微子 它的位置不可能确定 即是方所就不可能示现 在印度这样的热带环境之中 人受到若蚊毒蛇的侵击 因而死亡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佛陀提到蚊和蛇 佛陀提到蚊 蚊通常和人的肉体做到痛苦连同一齐说 例如 于是比丘堪忍饥寒 勤苦风雨 蚊莫 恶言欲骂 身生痛脑 极为梵痛 又例如 依此足将寒暑蚊 触闭四体 后世论师将《习阿含经》第四十六经之中 佛陀的一段话 将它讲成一切物质很不恰当 被蚊子釘下 立即变坏的物体恐怕不太多 蛇都不见得有兴趣 去触对各种物体而令它变坏 但在很多佛书之中 一提到物质 往往就立即搬出 由手到脚乃至蚊蛇 所触对的时候 立即变坏这句说话作为定义 不过 它所引的佛说话 变坏故名为色 这个色字 佛是指色魂 人生的肉体 变坏即是可怒怀意 其中明显有心理因素 法教对物质形象的罪述 并不是佛的原意 但如果着眼怎么说明一切物质无常 这样的话 法教所说的就是很好的说法 去到这里 对于一切大小城的阿皮答摩论集 似乎可以拿一个总评 引述佛讲而加以解说的错误比较少 自作主张而分析猜测的错误很多 佛法始终一贯 那是不是我有了主见为先 再去阿含经之中找适合的证据来配合呢? 我相信就不是 因为以上所做的分析 并不是正是和上文已经引述过经文相符 而是和经中所记载的佛讲的完全都没有矛盾冲突 佛陀所演说的佛法 就算方式极多变化 道理也始终一贯 佛法之中并没有矛盾冲突 我们的理解也可以完全不需要和它发生矛盾 在汉译的四部阿含经之中 我发现有四处和上面所说的分析不对 其中三处是弟子说而不是佛说 另一处虽然说是佛说 但经文本身极为可疑 四阿含经用138卷 加上别译总数近300万字 我中经不够细致 极有可能另有其他片段经文 上述的分析都可能和他们不相符 希望读者指教 我们修学佛法唯一目的是 希望能够正确地了解佛义 却不是提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见解 表示有独特之见 这个和研究其他世俗学问态度完全不同 任何人的任何指教 对我来说的的确确都是慈悲致忍 下面就尝试讨论一下阿含经之中和上述分析不相符的四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佛大弟子摄利弗向一众比优说法 听众是同门师弟 摄利弗的说话很客气 不断称呼语言地说 他说色韵是新 外界物体叫外色 也很正确 但其中说到眼色之外色是熟色任 意识之外色法是熟色任 这两句话跟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 眼色和意识应该是属于精神性的色韵 再者外法是抽象概念不可见 不应该叫外色法 那应该怎么看呢 我对照南传《中部经》的英译 当中有英国巴黎文圣典协会本 和石南佛教出版协会本 原来看日本之中有很多处是省略了 所以就变成解不了 《中部经》是这样说 如果内眼处没有坏到 那么外色进入了世界 眼和外色有适当接触 这样就生起了眼色 任何的色任受到眼色的影响 就叫做色受任 任何受任受到眼色的影响 就属于想受任 任何想受任受到眼色的影响 就属于想受任 任何行色受到眼色的影响 就属于行受任 任何色任受到眼色的影响 就属于色受任 应当了解说 五受任原来是这样生起 这样回合 世尊也这么说 若见缘起便见法 若见法便见缘起 为什么呢? 世尊说 五受任的产生是有原因有条件的 而下面的经文 对于义、鼻、舌和身 还有义、五者 都重复一次 说法完全相同 例如说 任何色受任受到意识的影响 就属于色受任 任何受任受到意识的影响 就属于受受任 任何想任受到意识的影响 就属于想受任 乃至到任何色任受到意识的影响 就属于色受任 任何色任受到意识的影响 就属于色受任 射利弗根据世尊的教导 就说明了六识是怎样生起 五受任又怎样生起 亦都说明了五任性从因原生的基本原则 是完全正确的 中部经之中说的 意识之外法 并没有外识法的名称 任何色受任受到这样的颜色生起的影响 巴黎明的原文是 Yam Dattabuttasha Rubam 由此可见 汉译经文之中 说眼识之外识是属识任 意识之外识法是属识任 这两句不单止是五译了句子的意义 亦都将色受任译为色任 这个直到后来才补回色成任这三个字 即是色受任的意义 另外 将外识为外识法都是错的 汉译的整段经文 很难令人了解 摄利弗这一大段说法的意义 两部论集之一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所以叫色运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这两部论集真是摄利弗所做或所说的 但是 怎样都代表了印度当时佛教主流的看法 《四阿含经》是我国佛经的早期翻译 当时的译经水准和后尼沟摩罗什大师、原状大师相差很远 有时有些误译的一点都不奇怪 阿皮达摩信征理论是友报正统派的著作 这一部论的卷35之中有一段文字记载 是友报和吴贊成无表式的上座他们辩论的 这次辩论变到最后 那里的人简直想说粗口 是因为经报的重本和友报不同 就说是无知经报 说对手绑法 不是好人 还说他们对阿含经的心意如果不了解 都是收口 不要说好得多 从这段经论之中可以见到 阿含经的经文是有人改动过的 所以对《象绩语经》的经文又不同见解 有一部自己的一众论师 对于经文的原文也有重大争执 有某些上载的论师认为 经报的重本还比较适合 经报的根本主张 是以佛书契经为判断的标准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的重本应该更加靠得住 那么《象绩语经》这段经文 是由于有部的重本改动了原经 以至其中产生不可解的地方 而不是因为汉逆逆 错似乎可能性大一点 《习阿含二五二经》 阿含经之中记载佛陀对人说 证法教人不可以认五蕴是我、我所 不可以认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所 因为那是人生的一部分 常人都认为是我、是属于我的 这样的例子不下数千百次 不胜目举 但是佛陀从来没有教人 不可以误认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所 这样的例子经中一次都没有 这样就证明 色处缺不属于色魂 事实上不可能不认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的 但是在《习阿含二五二经》里 邱波斯娜就对瑟利弗说 若当有言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所 那即是怎样呢? 其实故事就是这样 邱波斯娜被一条劇毒蛇仔咬中 巨南传相应报经的注释就说 邱波斯娜是赛利弗的亲弟 邱波斯娜就独发瑞毅 赛利弗就赶去看他 看到他念识平静如常、神智清醒 就觉得很怪 邱波斯娜就说 我都快要死了 如果我认为五稳内六柱就是我 现在的身体即将败坏 自然心中会惊恐、念识大便 但是我早就知道 色秀想行色、眼耳鼻舌、身耳肉 看的地水火风世界 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对这个色身中毒败坏 又怎会介意呢? 说完就安安静静死去 南传相应普京之中 就并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所这段话 邱波斯娜虽然身中剧毒 但是一点都不在乎 可以见到 评数的收为极高 照理就不应该说错 从他这段话的整个意义来说 色声香味触法 与他死时色相很平常 没有关系 习阿含二五二经 比相应部中那篇差不多的经 长得多 其中记载道说 射尼弗后来稟告佛陀 佛陀念了一大段计 说要对一切大蛇小虫慈悲 又说了一大段咒语 说只需要念一片咒 毒蛇就不能侵害了 经之中还将咒语都录下来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蛇咒 这段经文 几有后期密宗经咒的色彩 与阿含经之中所记载的原始佛教距离极大 再考虑到相应部经之中没有这段文字 我想这段文字或者是后来所加上去 而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所这句 或者是同时加入的 当然啦 那没有具体证据 《习阿含二七六经》 这段经记载了尊者南陀 和众比优尼说法的一段过程 其中说到 《于陆外入处如实观察无我》 这是对的 在这里 《无我》是指 不能独立存在 由于因缘会合而存在的意思 但经中就说 南陀又问众比优尼 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我呢? 是不是属于我的呢? 是不是我的一部分呢? 一众比优尼虽然答得正确 但南陀这个问题显然看得不太合理 中部经第一四六经也有一句文化 和汉译的中阿含是一样的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我明白不到 佛陀起初派南陀去教导五百比优尼 南陀就不愿意 后来佛陀再次吩咐 他才去说法 根据南传诸识 南陀前生是国王 而这五百个比优尼前生都是他的妃品 所以南陀就不愿意见到他们 这样的解释显然就太幻妙了 虽然可以全其一说 但就不能作为解决经文而易的根据 或者可以这样解释 南陀一直问下来 问眼是不是我? 耳是不是我? 鼻是不是我? 问得顺口 接着就随口问 那色处外入是不是我? 这种小错误 佛陀就一定不会犯 南陀问得兴起的 可能就问多了 不过这样的解释 其实也不太好 随口问一句 色是不是我? 应该有可能 但又怎会一路问下去 声香味触法是不是我? 那又是不是南陀对佛所说的意义 也解得不够透切? 相信也不会 留意这位南陀 南陀是Nandaga 并不是佛陀的义母弟弟 南陀Nanda 这位向女尼说法的南陀 对佛尔了解是很精心的 据《增知报》第四卷三五八经之中的记载 有一次 南陀在奇数级孤独园的一间厅里 和很多比优说法 佛陀经过门外 发觉厅门在里面锁住了 站在门外里听南陀说得对不对 我听了很久 就觉得南陀的讲述和解释 非但深合己意 而且非常动听 一路站着听 听到后来过了很久的时间 佛陀站到背部都痛了 敲门进去 南陀知道之后 非常过意不退 佛陀安慰他 叫他不用介意 并且还说他说得非常好 大大掌面了一番才走 要南陀继续说下去 所以 对于《习阿含276经》之中 南陀这句文化 只好传疑 《习阿含》 《习阿含经》 《听法品》 这段经是问 什麼叫《识婴》 解释说 那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识 所谓识就是 寒液是识 热是识 乙液是识 乳液是识 寒液是识 寒液或寒液是属于生识 應該是屬於精神上的色韻 這句經文的講法不太正確 這本《真一丫痕經》多數學者認為是大眾部的重本 其中有大量民間的傳說加進去 聽法品更明顯 整片的經文中講的是大牧連和兩大惡農鬥花的故事 龍王發七個頭,牧連發十四個頭 龍王圍繞衰微山繞了七圈 牧連繞了十四個圈 後來牧連化身為極勢 在兩個龍王的口耳鼻眼中出錯一入入 另外有記載 兩大惡農扔刀刀劍劍像鱷魚一樣 去攻擊波斯力王的皇宮 而牧連盡數將刀劍化為真寶 被國王拿去報仕 惡農王於是韓服 另外有記載 牧連上到三十三天請魚來下來說法 天帝命他的部下天神以金銀水晶化成三條大路 從天上通到人間 等魚來下來 魚來向諸神諸天和數千萬眾說法 寒亦是色、熱亦是色、肌亦是色、渴亦是色 就是上面那段經文 這個故事中所描寫的大牧連種種神通 相信是根據印度的民間故事 西游記中的孫悟空大戰牛魔王 似乎出於類似的藍本 這篇經中又說到國王如何以彈香和紫磨金造魚來像舉國崇拜 整篇經文的內容性質和原始佛教的距離很大 順道又說 南傳爭之步的經中也沒有這段經 色韻是緩人的肉體 這個觀念佛陀講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 為何在後世又引起了這麼重大的混亂 集中精神來觀察自己、了解自己 因而得到解脫 這是大智慧者的事 一般人雖然在每一件事上都以自我為中心 但所注意的始終都是外界的事物 不要說什麼 就算佛陀在世的時候 一眾弟子之中 除了那些第一流的人才之外 就已經整天都在群居終日 言不及義 我們試舉一下《習阿含經》411經 裡面說到 當時有很多比丘站在食堂上 然後說是非 要不說國王的事 要不說賊的怎樣怎樣 要不說戰爭、錢財、衣服、飲食、男女 又說說世間閒言閒語的歌詞、事業 又或者說海中發生什麼事 佛聽到就跟比丘說 你們不要說這些事了 說這些事又不說涅槃 如果真是說 應該要說虎帝、襲帝、滅帝和道帝 那些比丘在食堂之中所談的 有時還研究哪一家人的報師飲食好些 哪些又不好 還說我們下次去好那裏吃好些 有時就談談當時兩個國王 波斯力王和貧婆沙羅王 誰大力點、誰有錢點 有時就說自己的前生 說說我以前前世曾經做過什麼 是專家怎樣可以生活的 佛陀知道之後 每一次都勸他們 不要說這些無謂的事 要研究四星低以求解脫 談論世間的知識固然不好 在心裡想的都沒什麼 所以佛陀又向那些比丘開道話 說有一個人見到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 以為自己傻了 其他人都以為他是傻的 其實這個人見到他是真事 他是沒有傻的 只不過世間的知識對這些事情 就解釋不到而已 世間的歧視推舊不準 都是跟解脫無關的 眾多比丘不單喜歡說一些世間的俗事 還互相辯論 堅持自己是對,人家是錯的 例如他們又集在食堂說 我懂法律,你們又不懂 我說的才是對的 我說的才是合理的 你說的當然是不合理的 說前面就欠後面 說到後面就欠前面 你欠我欠 總之就是你們懂什麼 總之我都對 佛陀同樣也是勸他們 不要說這些無謂的事 應該學死正弟 詳情可以看回《習阿含經》的《四一二經》 大道師在世還是這樣 一旦他在世世 弟子的爭論都沒有人制止得到 說我對你不對的作風 漸漸就發展得越來越厲害 從學術的觀點來看 這種作風是好的 對佛法的傳播就是大大不利 阿皮達摩 記載佛陀言行的叫經 記載戒律的叫律 佛弟子對佛法的理解和解釋 記錄下來編為文集的叫論 經律論三者合稱為三藏 三藏法師就是對三藏都能通解的法師 論本來的凡文叫阿皮達摩 中譯叫阿皮達摩 達摩是法指佛法 其實達摩的譯法就是達摩 阿皮這個字有對應的意義 也有超越、了不起、勝過的意思 中國人解釋阿皮達摩都叫對法 意思是說 這是與佛法對應的註所說明的意思 古印度和石蘭佛教的解釋阿皮達摩就叫做無比法 重視他內容的卓越 隱隱含有比經銀更重要、更了不起的意義 他們又不是說論式的論文比佛講得更正確 而是說佛陀說法的對象有很多都是如夫如婦 以至有時一定要講人天福報、講很多故事和比喻來開道 而對於高級知識分子 這樣淺近的說法就完全是不必要的了 南傳的佛教甚至索性說 阿皮達摩這些論都是佛陀說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阿皮達摩的時候死那麼多老細胞呢? 因為當中全部講的都是學術性的分析和討論 完全不講故事、不講比喻 力求立論嚴謹、體系完整、有多抽象就多抽象 絕對不會放過任何落定二立範圍講原因分門別類的機會 論師學問當然是冤博 很喜歡研究細節 以哲學性的思維來贊助論文 不過他們寫的論文又不是全部都有價值 阿皮達摩的性質和現代博士論文都相似 所不同的是博士論文所論的範圍極細極專 阿皮達摩的內容極為廣博 佛弟子的個性不同 後來發生分裂 喜歡寫博士論文的都是德高望重之輩 在集會中一定是坐上座 這就叫上座部 年輕點活潑點 喜歡和一般民眾打成一片而傳播佛法的 就叫做大中部 上座部和大中部的比喻他們 又因為對佛法的了解和解釋不同 在幾百年之中再不斷分裂 最後分了18個部派 連同原來的上座部和大中部 一共有20個部派 實際上不止20部 20部的部派各有各論集 作為他們自己本部的理論根據 大中部不太喜歡寫論文 所以論集比較少 上座部的論集就豐富了 而上座部之中 有一部就叫做根本說一切有部 這個之前我們都不斷提過 這一部認為萬事萬物之中 有幾十種基本元素 叫做法 那些是根本存在的 其餘的事物都是這些法的作用 演變和顯示 至於法的數目 不同的論詩見解就有點不一致 分裂了20部之中 有一部叫經量部 主張任何見解和是非必須以經中佛所說的作為衡量的尺度 在印度大陸 根本說一切有部 以下簡稱有部 就佔壓到性的優勢 其次就是經量部 在佛世世後五六百年左右 時代確定不到 有一位叫做加利式家王 統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域 他信仰佛教 支持有部 作風就類似賀武帝霸著百家獨尊優術 那樣 有部的主要論集 還有七部 當中 集二門竹論、法韻竹論等等六部 名字都有一個竹字 合稱為綠竹論 另一部叫做法治論 七部之中法治論是基本 就像人的身體一樣 另外六部就像人的四肢 所以就有竹字 所以七部也有名稱 一身六竹 但有部之中 另外有一個派系 於是 加利式家王召集有部之中 最有姓王最有學問的 五百個大羅漢 舉行論集編審大會 花了十二年時間 就編出了三大部陰定的論集 分別解釋經律論三藏 每一套傳集 各約二百二十萬字 其中解釋論狀的一部傳集 就叫做大皮婆沙論 原狀大師就譯了二百卷 有多少呢? 比較一下 在佛學之中 空有兩宗的有宗法上為息中 就有一部經典 叫做儒家師地論 整部論全部就是有宗根本的經典 原狀大師 只譯了一百卷 這裡有二百卷 大皮婆沙論這個名字 皮婆沙的意思是廣說 廣式的意思 這部大論就排斥了各個部派一切的意見 就將有部的說法定於一尊 大皮婆沙論的篇幅太多 研究起來很不方便 後來有位專者就集其精要 寧附幾件 作成一部光耀叫做心論 之後又有一位專者就增補了心論 而作成一部集心論 簡單名料頗為風行 這些都可以說是大皮婆沙論的讀者文集 大學者細親覺得集心論太過簡單 而且全部都是說一切有部的一家之言 於是就加入了經量部的一些合理的意見 做了一部驅寫論 但仍然是以有部的意見為主 傳到中國的小城亞皮答摩論集 主要都是有部的著作 之前說的六竹論之中的五部 還有大皮婆沙論、驅寫論等等 都是原葬大手不所翼 純粹經量部的論集就沒有傳到中國 不理是印度、大陸或中國 有部論集都佔壓成的優勢 後世各中派關於色運的見解 基本上都是從有部的論集之中發展出來的 所以這條發展的路線就是 首先是由一身六竹的法治論和六竹 然後到大皮婆沙論 再來是簡要的心論和集心論 然後是驅寫論 最後到大城廣五運論 色運領域的擴大在六竹論之中已經完成了 阿皮達摩集二門竹論號稱是專者謝利子所說 阿皮達摩法穩竹論號稱是專者大木建連所做 謝利佛和大木建連都被佛陀早死 這兩部論集不太可能真是佛陀這兩位大弟子所說或所做 但是在有部的論集之中就是最早期的 在這兩部論集之中 色運已經從活人的肉體擴大到無所不包 此後的論集只不過是再加發揮 下面我們嘗試從眾向方面討論色運範圍 如何一步步擴大 第一步 注意重點從自身色運轉移到外色 佛陀教人了解自己而求解脫 所以著重正觀五運六入即是來六處 小城部派的論師不重視色運 只是重視色處 這樣就離開了求解脫而傾向做學運的極自然趨向 在阿含經之中 佛陀詳細講種種的內色 即人的身體 對於外界物體的外色 就只是一句帶過 就說 彼一切非我有 我非彼有 亦非神也 小城論師剛剛相反 對於內色 就只是一句帶過 對於外色 就詳細列舉 這種重大的分歧含有很深刻的意義 不單對於色運的範圍不斷擴大 由此開始 亦顯示佛法衰微的無可避免 我們看看法運足論卷十之中 就會對這些外色有很詳細的列舉 例如說到外地界 另類型便是大地、山、沙沙石、石、蚌、蜢、鴲、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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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草木等等 關於水火風三界的解説都一樣 對內水界 就像說 例如雷、漢、小便 內水界 就這樣列舉 就好像根敬枝葉花果等等的執路 酒雨落蘇油蜜糖 池沼波湖行河而無哪河沙子遇河 厄氏羅佛底河目必河 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四大海水 還有水衣風輪住 住意的重心全部本末倒置 一定不重視本身的適運 而是重視外界的適處 佛穩足論總共是二十一品 儲品屬於第十八 說穩的第十九 儲還擺在穩之前 阿含經記載的佛陀說法 總是先說不穩才說內陸儲 小誠論集顛倒過來 同時對於適運只是一句大過 對於適處長加討論 還說過去現在未來的適處 這裏已經將佛陀所說的簡單的愛適處複雜化 理論化 完全是近代歐美學者寫學術論文的派頭 專門名詞唯恐不夠複雜不夠艱深 定義唯恐不夠精密周長 舉例唯恐不夠原備廣泛 但是對於適處的定義就很對 適處即是眼睛所見到的 眼色所了別的一切形象 這些形象是四大所形成的 顏色、形狀、光暗、空一顯色 即是長空一壁都屬於系 不管用什麼不同的明星來稱呼 都是適或適界或適處 這些適處是外適 不包括內適 即是不包括適運 彼岸是指外界不是自身的東西 這個定義完全合於佛徒的教士